我们看这一题 这一题是说 坐标平面上有三点 A这一点是25 B这一点是13 那P1是任何一点 假设 P1A的终点叫Q1 那Q1B的终点叫做P2 叫做P2 那P2A的终点 叫做Q2 然后以此类推 然后呢 那个 这个 QN的终点 是PN QN的坐标 QN是等于PN 跟那个A的终点 一样道理 就是说 那这个 PN加1 是等于QN跟V 之间的终点 然后现在他说 现在呢 PN的一个坐标 PN 它一个坐标的话 叫做这个AN 叫做AN 一个坐标在A 那么数列 就是A1 A2 点点点 它这个满足一个地费关系 就AN 等于多少呢 α 这个AN 这边 -1 再加β α 是常数的 那么他问说 α 应该是多少 应该是多少 那现在怎么办 那现在我们看看 我们先 带几个下去 P2 的 X坐标 A2 这是V2 A2跟A1的关系 看有什么关系 我们先来看呢 Q1 Q1它的坐标 这等于多少 X坐标是等于 2分子多少 这两个相交 A1 加2 那Y坐标是 2分子多少 B1 加5 好 然后P2 它的坐标 P2的坐标 是等于多少 是这个 这两点的终点 就等于2分子多少 2分子 Q1的坐标 2分子A1 加上2 加多少 加这个E 然后Y坐标的话 是 2分子多少 Y坐标 2分子B1 加 那这两点 加这个3 好 这个是等于A2 那我们看看A2 跟A1有什么关系 A2 4等于多少 这个是 2分子A1 加2 加1 2分子A1 加2 加1 再加2分子A1 再加2分子A1 那这个 刚好是等于 4分子A1 加上1 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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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有这个关系 4分子A1 加上多少 加上1 那如果它说这个一定是常数的话 那就是这样子 在阿华变塔的话 就一定是4分子A1 跟1的关系 我們再驗證一下 看看這個P3 P3的話 跟那個什麼呢 跟那個 跟那個 就是那個 P3 跟P2之間的關係 這個終點 好,那我們曉得 這個Q2是等於多少 Q2 這是A2 Q2的話 就是2分之多少 2分之A2 加上多少 A2加上 2 然後這個是 2分之多少 B2 加5 這個P3 P3也是 這是P3 P3 就是2分之 這個是 等於是那個 就這個 加什麼呢 加1 2分之A2 加2 加1 這是2分多少 這個加3 2分之B2 加5 加3 這個完全一樣 這個完全一樣 這個 這個是A3 A3 所以就得到 A3 是等於 2分之 2分之A2 加2 加1 加1 所以 也是一樣 多少 跟這個 關係完全是一樣的 所以 就是 就是說 AN 等於 2分之 2分之 AN 減1 加2 加1 這是等於4分多少 4分之AN 減1 加2 所以 加2分之1 所以是四分之多三 四分之一 an-1 加三 這是二分之一加二分之一是一 所以沒有錯 我覺得說 這個一跟二的關係 與二跟三的關係 是完全一樣的 等價的關係 所以我就確定 αβ也是四分之一跟一